就是說我們剛剛其實已經把網頁資料給抓下來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們有一個下拉清單 這個下拉清單的話 基本上我們剛剛是氣溫 那如果希望把它切到這個第幾個項目的話 OK 那我要怎麼樣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要能夠控制下拉清單或者是其他 當然不只是下拉清單 還有別的網頁上的物件的話 那不就是可以類似像怎麼講 可以做一些比像訂票系統有沒有 其實也是類似嘛 你就是哪個地方做什麼動作 然後停個幾秒鐘換下一個動作換下一個動作 那不就是把整個動作串在一起的話 它就可以幫你把你要做的那些事情給完成的嗎 所以其實很多網頁裡面還是有互動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我想要透過IE物件能夠做到這樣一個動作 那該怎麼完成 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的話會需要呼叫一個叫Event 就是事件 也就是說你必須觸發 那觸發的話你必須要跟它講說 你要找的你那個物件在哪裡 所以一樣必須要在這個什麼 就是這個像拉清單的上方 我們按右鍵一樣檢查一下 那檢查之後的話呢 你必須要知道說 它的ID叫什麼 因為它這個地方一定會有 這個叫什麼 Select有沒有 它的ID叫Item OK 然後Item的部分你會發現 這個叫ID的Item 底下的話呢 因為這個高度不夠 把它再往上拉一下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這個項目都在這裡面 那我們可以算一下 理論上2、4、6、8、9 降雨量的話呢 它在第10個 所以所影值的話 當然從0開始算 所以如果是第10個的話 理論上給它9 所以哦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觸發這件事情 等到它觸發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把資料抓下來 那不就可以抓到我要的資料了嗎 可是要怎麼做 那接下來跟各位講 做的方法 我會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那這個其實難度會比較高 那什麼地方會切換 主要你們在這個地方 當我下載那個什麼 資料之後有沒有 不是有一個叫Application Waits 有沒有這個 當我去下載那個網頁之後 要切換主要是從這邊切換 那切換的方法 這邊這一段 也許你可以當一個範本 將來的話 如果你要切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段 假設我要切 假設我要換成 這個降雨量的話 你可以把 假設我先把這一段 放哪裡呢 放在這個地方 位置的話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 放在這個 當網頁呢 下載 等到它已經5秒鐘之後 再去做下面這件事 再去做下面這件事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啦 一樣呢 在這個網頁裡面 我要去抓什麼 抓那個GasElement 不是沒有加S哦 因為我是ByID哦 因為ID只會一個 那那個ID名稱 我剛剛查過的叫Item 有沒有看到 按右鍵嗎 檢查 它的ID 叫做Item OK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Item的名稱 放在 有沒有按右鍵 檢查 我就在這裡 當然我是建議 如果名稱太長 你可以點兩下 按複製好了 貼過去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假設已經找到了 這個名稱 叫List好了 就清單LST好了 然後呢 我要選擇哪一個 剛剛我有算過 有沒有 降雨量的話呢 它在第10個 可是所影值從0開始 所以啊 我要幫我把它轉 把它換到那邊去的話 所以啊 我找到它 那請它怎麼樣 去幫我選擇哦 所以這個時候 下拉清單會 跳到第9個 但是問題啊 你要讓它去 變換 變換到那邊去的話呢 你必須啊 去產生一個事件 所以哦 你會發現哦 在那個IE document裡面呢 有一個方法 叫Create Event Create Event的話呢 就是產生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的話呢 就是針對那個網頁 提供一個叫HTML Events 那這個Events的話呢 我們會產生一個物件名稱啦 也就是說你透過這個Events 可以再建立一個所謂的Change Change的話就是你要能夠讓這個清單 它能夠改變的話 那你變成你需要有個Change的一個事件 好 那這個Change事件的話 後面必須加兩個參數啦 一個是這個Bubble 然後一個是能不能取消 不能取消 一個Bubble 這個Bubble的話呢 在JR script裡面 可能你們稍微查一下 反正就是說呢 能夠建立一個事件 讓我可以切過去 所以要透過它幫我切過去 最後的話呢 再利用這個清單 它有一個叫Dispunch Event 就是你要把那個Events呢 再把它產生的話 必須要再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把它執行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可能 按F8 這個租行來跑一下 這個才看得到效果 那一樣喔 我是 那這裡的話 為了要看到效果 所以呢 我在這個上方 再加一個一行程式 叫IE 變什麼 點Visible Visible的話就是 可不可以看到 可不可以被看到 因為如果假設那個 IE看不到的話 那我就不知道說 它有沒有切換 那我把它等於1好了 Visible 意思是說 我要把IE物件先打開來 我要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成功 所以我要抓降雨量 執行一下 執行 那這個時候的話 一樣 就等了三秒 然後這個時候Visible 等於True 有沒有 Visible是說 那個 安域預覽器 如果預設是0 0的話是 不能被看到 那我要讓它被看到 因為你如果 沒看到的話 你不知道它有切換嗎 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現 當你等於1的話 IE就出現了 不過這個時候 千萬注意 你不要沒事把它關掉 你如果把它關掉 什麼都抓不到 因為 我要抓的資料 就在這裡面 你把它關掉 什麼都抓不到了 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現在的 這個item 它現在在氣溫 所以我要變更 OK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沒有變更 其實你說 老師這個明明是H 那你怎麼說它是IE 其實我是覺得沒什麼 其實你可以看 你把它點那個齒輪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關於對不對 這個關於明明就是Internet 所以其實它根本 你取 它叫H 可是實際上 那你要改 你就全部改嘛 可是你關於I Internet 有沒有 它明明就是Internet 可能它覺得IE實在是 名稱不好聽吧 還是怎麼樣 改H好像也沒有比較好 OK 算了 反正其實不影響 因為之前有很多同學 常聽到說 老師你那個IE物件 那會不會改H就不行 其實應該沒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假如說我已經 把那個流覽器Visible 等於True 然後呢 我執行底下這個 有沒有 那為了讓它效果比較明顯 我剛才移到這邊來 讓各位可以看清楚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還不會動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 你這個時候有沒有 你把它改 這個Select Index 等於9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時候已經 被改成清單 已經是降雨量 然後但是你會發現 底下的資料有沒有變動 底下的資料並沒有變動 所以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改變清單 但是卻不能改變它下面的狀態 所以什麼時候能改變狀態 你必須要建立一個Event 事件 然後呢 這個事件你必須透過這個方法 叫什麼DispunchEvent 然後把這個事件實作 OK 有沒有發現 當你實錯之後 有沒有看到 這個降雨量底下的資料就變更了 但是最好是後面再讓它停一秒鐘 為什麼 因為可能你在 觸發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會有個秒差 最好讓它停一下 所以我這邊讓它停個一秒鐘 然後呢 再抓資料 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執行好 後面就全部跑 應該都一樣 所以我就直接跑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得到的應該就降雨量 所以 你看一下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地方 這是氣 這是氣溫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就是降雨量 105.9 148 應該沒錯啦 OK 所以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抓的並不是氣溫 而是降雨量的話 那必須 你要在你的程式 加上這個敘述 就是把它切到的 切到第九個 所以 切的話是這兩 切清單 讓它產生的世界是這幾個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就還蠻好用的 將來應該蠻多地方 都會有那個切 那個清單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假設 有切清單 而產生資料的這個需求的話 其實不妨 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再把需要的資料給抓回來 試試看